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妃 看在过去的情分上请你救救我们家小姐 出什么事了 清晨伸手扶她 府中一点小事不敢惊动王妃 一个女官赶在斐儿之前说道 清晨淡淡瞥了那女官一眼 我问的是斐儿 什么时候要你回话了 声音清淡 目光中却含着冷然的意味 那女官微微一阵不敢再说 王妃 我们小姐要临盆了 求您想法救救他们母子 斐儿松手给清晨磕头 为何不宣御医 清晨问道 王妃 王妃不准 斐儿话说到一半被身旁的女官抬手一掌 锅在脸上 胡说 还不闭嘴 这些宫中出来的女官自幼在叶庭司中受教 专门训诫侍女宫人 下手都十分狠利 斐儿的脸颊顿时肿起 人便跌往一旁 放肆 清晨赤道 在我面前也敢如此 心中透亮 叶天战三个月前娶了魏家的二女儿魏燕为王妃 定是魏燕容不得尽惠 趁他临盆之际按施毒手 费儿情急护主想偷出王妃求救 却被掌氏女官抓回 一股寒意自及费而上 清晨心底恼怒 七殿下人呢 殿下 殿下朝事缠身 已有几日未恢复了 费儿哽咽哭哭道 肃气宫中薛逸依 将敬妃临盆之事 启奏太后及皇后娘娘知道 清晨回身对侍从吩咐 还有将七殿下请回来 那两个女官脸色一变 事情奏禀到太后和皇后那儿 谁也不敢再做什么手脚 一旦有事都要担上干系 侍从立刻去办 清晨狠狠瞪了两个女官一眼 长袖一扶 顾不得碧瑶撑伞 并往湛王府中快步而去 残叶萧萧 雨敲长窗 曾云阴霾 四处暗沉沉地叫人心烦 殷彩剑在屋中夺了几步 往静妃住处悄悄地看了一眼 终于还是开口问道 真的不让人进去吗 魏烟已在踏前 窝弄着身旁的 镂空细腾花银香球 头也不抬 不给她点颜色瞧瞧 这府里还都当她是湛王妃了呢 殷采剑常来湛王府 静妃一向待她亲后 颇有不忍 万一出事怎么办 魏烟扬唇冷笑 那又如何 形势手软便是给自己留后患 看看我姐姐便知道了 待嫁到十一王府 你也得好生计着 一丝冷风透了窗缝袭来 雍容风流下得很辣 叫阴采倩心中微微一寒 自从魏烟嫁进了湛王府 与静妃便是一山不容二虎 静妃行事还算忍让 但魏烟却处处咄咄逼人 若想当初太子妃也和她一般抢硬 东宫或许便不是今天这个局面 她突然想起 今日是为何事而来 急忙说道 郑哥哥怎么还不回来 你帮我和她说 我不嫁给十一殿下 魏烟精致的面容之上微笑端庄 好了 你也别闹了 皇后娘娘的意志 谁能说不 何况 嫁作十一殿下郑妃 是光要门庭的事 你还别扭什么 明艳锦绣扶在岸上 殷彩倩柳燕梅一扬 不满地站起来 什么光要门庭 我干嘛要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 十一殿下出身高贵 静朗潇洒 哪点不让人喜欢了 魏烟问道 她好 自由喜欢她的人 反正我不喜欢 殷彩撑道 魏烟抬头看了看 都行了几几礼 还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那么多上门求婚的公子 你看不上也就罢了 偏着了魔似的念着凌王 害得舅舅也遭母后训斥 出身士族 婚嫁系着家族荣辱 岂有的你自己喜好 殷彩倩翘面微红 眼前不由便浮起个桀骜的身影 那日看着她纵马 迟入神武门便再也忘不掉 像是刻在了心头 她冷哼转身 姑姑 姑姑为什么就非要我嫁给十一殿下 你嫁给丈哥哥 难道不是喜欢她吗 魏烟则怪道 胡说什么 别人怎能同她相比 天都之中哪个女子不想做她的妻子 话虽如此 眼中却透出一丝怅然 只是她心中念念不忘的又是谁呢 温润之中的疏离 风流之下的落寞 又是谁能得她真心一笑 梁霄新婚 鸣顶大醉 为谁 宿里中霄 独自望月 为谁 明明离她那么近 却觉得如此遥远 完美无瑕的姻缘 偏偏叫人无从看顾 心念之中 一腔暗横都转到了静妃身上 魏烟狠狠地将手中绢帕一捏 白手鸳鸯徒扭曲在绿阳春晓中 门帘先动 将侍女官匆匆进来 神色颇为慌张 王妃 林王妃派人将静夫人生产之事 上禀太后和皇后 还命人去请殿下回府了 什么 魏烟怒道 林王妃 她人已经往静夫人那边去了 那女官俯身说道 看看去 魏烟拂袖起身 雨打藏河 在水面上浸起清冷的波澜 清晨正走到静妃住处 迎面魏烟同音彩倩 带了几个侍女赶来 不知四嫂来了 有诗远迎 魏烟上前拦了去路 屋中依稀传出静妃阵阵身影 清晨向她看去 不敢劳动大驾 请让开 脸上虽淡淡笑着 眼中却没有丝毫温度 幽身里一心微锐直逼魏烟眼底 魏烟脸色一变 抬眼看清晨立在街前 风雨萧萧中 玉色闻详清飞 容颜似水 带着高华傲气 如这灰暗的天地间一抹青色 飘逸出尘 这便是她牵肠挂肚的那个女人 连新婚之夜最终都喊着她的名字 心底记恨翻腾 语出不尽尖刻 四嫂又没嫁到湛王府 何必来管这里的闲事 我若是嫁进湛王府 说不定躺在里面痛苦的 便是你 清晨明彻谋底 引有怒涩 脑袋狠毒 丝毫不留情面 一师两命 即便尊宠于七殿下 晚上在她审判 你合得上眼吗 我与殿下的事 哪用你一个外人妄加揣测 魏烟怒到了极点 清晨欲容清冷 声音隐寒 静姐姐若是有什么不测 即便七殿下不追究 我也绝不会饶你 让开 你是想让我进宫去请太后 还是皇后娘娘 你 魏烟气节 却被殷采倩拉住 亲生嬷嬷不是后着了吗 我们里面坐着等吧 说着对清晨使了个眼色 似是让她快些进去 清晨一愣 不料她来打了圆场 却也不及多想 快步往静飞房里走去 殷采倩虽庆幸清晨赶来救静飞 却心中一百感翻杂 一哥城中哪个女子不想嫁给叶天湛 偏偏她凤清晨不想 偏偏她要嫁给的那个人 偏偏那个人心里眼里只有她 她好不容易等到急机 想尽办法相邪父亲去凌王府提亲 却只换来寥寥几句 顾全场面的婉拒之词 银牙微咬 看着清晨背影 到底意难平 秋风骤警 木矮沉沉天暗 夜天站翻身下马 将将绳丢给侍卫 迅速往府中走去 披风青阳 轻甲配剑一路微响 步履匆匆 方至门前 势中隐约传来一阵婴儿的哭声 她猛地抬头 牟底忧喜难辨 殿下 你可回来了 魏烟笑意贤柔地上前迎她 亲手接过披风 看到她这身装束突然一愣 这是 怎么样了 夜天站问道 曾经找到现在 急坏我们了 又不敢去催你回府 魏烟转身 接过侍女地上的热茶 快些暖暖身子 你辛苦了 夜天站伸出的手 突然停住 话音断落 目光越过她尖头 凝滞在那里 魏烟回头 看到清晨举步出来 夜天站目光中 泛起青涩的温柔 全部落在了那白衣前影之上 她端茶的手 微微一抖 脸上却强自留着笑意 刚刚涨起的欠纱灯下 清晨一手扶着屏风 低头对御医嘱咐着什么 那御医恭敬的记下 清晨长输了一口气 抬眸望去 正遇上夜天站 熟悉的目光 她忽然 微微一颤 眼前夜天站 长甲在身 容装竖甲 墨色战袍 给她温文尔雅的风华中 添加了一抹罕见的素蕊 整个人如同箭在翘中 伸脸着秋寒 三十万大军须带主帅 如今终于尘埃落定 军情紧急 临日不眠不休 布置停荡 即刻便要挥军北上 天地教子从不偏颇 自太子始 诸王无人不曾身披战甲 历练疆场 虽不是人人如陵王般 威震四合 却都是可用之才 一层带兵 平遗寇 速边防 夜天站的军功 演在文雅贤德的名声下 几乎被人遗忘 身后宗族显赫 并不需要他将自己 放逐征战 浪迹边疆 他本已拥有的太多 竟真的是他 面对此情此景 清晨什么也不能说 什么也不愿说 他同凤岩赌 赌天朝的皇权更迭 赌凤家的荣辱兴衰 赌这场战争 唯有夜天灵能胜 江场清重 埋白骨 力来征战 挤人回 如果他赢 陪送的是否会是 夜天站的一切 乃至性命 但他无论如何 也不能输 清晨眉宇深锁 原本积了满心的责备 停在嘴边 面前那双向来 湛然如晴空般的眼眸 此时隐隐尽是红丝 此时彻夜未眠 多有疲累 恭喜殿下 母子平安 清晨终于轻声说道 夜天站方才回神 哦 有劳你了 清晨笑了笑 转眼看望魏燕 魏燕垂头眼去 眸中神情翻涌 盈盈拜倒 声音柔软的 像个最温顺的妻子 恭喜殿下 妾身已叫人 备下了十全汤 尽妹妹生产辛苦 去得好好补养才是 夜天站点头柔和的一笑 还是你有心 雨已停 风萧萧 那妾身先告退了 魏燕 盈盈失礼 宫灯在他脸上 投下明暗前影 只能看到一点红唇 娇艳雨滴 整日的疲惫 骤然袭来 心口泛起的一丝丝隐痛 让清晨无力 再去分辨 这世世非非 他吻了吻心神 在魏燕之前 举步向外面走去 天色已晚 殿下进去看看吧 我告辞了 乌云未散 天穷仍灰暗地压抑 却使这冷落秋风 带来一阵凉意 舒缓了心中的智门 清晨筋疲力尽地 扶着街兰站了一会儿 手中握着的金针 透过软断 微微刺痛了掌心 这忙碌中降临的生命 是天家尊贵的血脉 在尚未看到 这个世界的时候 便背负了如此纠缠的恩怨 生命究竟是喜还是悲 殿与连绵的湛王府中 他如春风般的温雅风流 弩获了多少女子的心 他们喂他吃 喂他狂 他竟认他们吃 认他们狂 多情总被无情伤 抬眼望去 那片记忆中 毕业连天的贤玉湖 隐没在剑暗的天色下 残枝败叶 零落水中 身后薛声微响 一阵寂静后传来温润的声音 清晨 清晨回头 看到夜天站站在身后 容装衬托下的俊朗风神 无比熟悉 却又陌生 相对无言 自从嫁入凌王府 再未单独见过 眼前这一瞬间 清晨似乎又回到了很久以前 在这咸玉湖近旁 看夜天站阑阑 剔躺 笑得云淡风轻 那微笑 刺激了礼堂 勾起了七情百味 却更驱散了伤痛阴霾 暖风拂面 夏日浓阴 层层涌上心头 沉默中 夜天站目光 落在清晨手中金针之上 终于还是掀开口道 你的医术越来越好了 清晨淡淡一笑 若再晚些时候 静会怕是当真危险 他庆幸自己学的一身医术 还能救人活命 静姐姐元气大伤 须得用心调养 孩子虽然平安 但在胎里受了损伤 眼下还十分虚弱 宫中那些御医也只是中流 不妨让人去请牧原堂的张定水老神医来看 他的医术才是妙手回春 我的金针之术不过是得了他几分传授罢了 嗯 我知道了 夜天站答应 说了这两句话 清晨似乎突然再无话可说 看着他竖甲配件的身形 半饮在长天暮色之下 喉尖瑟瑟尽是酸楚 我明天便带兵出征 夜天站站在一步之外凝视着他 暮色如玉 透着安静的矛盾 时间不多 进去陪陪他吧 清晨低声说道 你似乎只惦念着静会 急着将我往他身边推 夜天站沉默了一下说道 你该比我还惦记着他 神情掩在淡淡的暮色中 清晨眉间眼底流露出一种若有若无的伤感 你娶了他 为何让他受这样的委屈 你是他的夫君 他那样依赖你 你应该好好保护他 夜天站似乎愣了愣 什么 眉头不由自主的一皱 清晨看着他的眼睛 至少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应该在他身边 而不是让别人几乎置他于死地 夜天站眼中忽而闪过一丝锐光 看定清晨 却旋即又归于疲惫的平静 是我疏忽了 雨中几分落落的自嘲 似乎在那一瞬的震惊后 一切都微不足道 静姐姐若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说不定会恨你 清晨转身拾接而下 走了两步 终究回头 深深地将他看在眼里 沙场凶险 你 要小心 夜天站微微闭目 脸上慢慢浮现他一如往常轻湛的笑容 临走前竟能见到你 我很高兴 简单的一句话 却叫温热的泪水冲入眼底 清晨猛地回身避开他 保重 长群俯转快步离去 湛王府的大门突然变得那样遥远 胸翼间的不适渐袭来 天地越发昏暗旋转 清晨 夜天站焦急的声音传来 清晨一个亮枪 站立不稳 身子落入他的护驰中 你怎么了 抓着他的手带那阵晕眩终于过去 清晨摇摇头 没事 只是累了 我要回家 截然一身 无家可归 很久以前 他在湛王府中说过的话 突然那样清晰地回想起来 有什么东西从心底被抽离 缓慢而疼痛 夜天站深深吸了口气 他终究没能留下他 以此为家 但他的手却坚定地扶着清晨 我送你回去 清晨轻轻放开他的手 有人比我更需要你 既娶了他们 就好好待他们 可怜人 必有可恨之处 可恨之人 挣扎爱怨情仇 又何尝不是可怜 夜天站 微微一僵 看着清晨转身 消失在 渐浓的夜幕之下 请继续收听 最灵冷第八十七集 三千青丝 未君留